以關乎文化教所基盤的社区營造精彩培訓 這兩天是全天來跟當地準備基盤火把節的前景社区 其中19位由文化教所輔導營造店的社区幹部 在那頭過前景社区的華東參議和參訪 來交換社区發展經驗 文化教也特別邀請到社匯方便的專門老師來上課 用這種比較多拌 而且這支活動的風險 甚至這些社区幹部 在鄉書社区剛做時的社区共鮮 以及跟基民的交通技巧 就是變成說一般我們在社區裡面 都是總幹事 理事長跟少數社區幹部 在那邊動腦去思考 而且他也沒有方法 他去問所有的居民他也不懂 可是我們用這種方式的話 是可以讓很多居民 他可以貢獻他的智慧跟想像 對社區而言的話他就會有參與感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講話 然後每個人都要表達意見 他就會有參與感 那麼也對於社區擬聚共識 非常有很好的幫助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人才培訓 交由這些社區幹部回去 帶領他們的社區的一個成員 找出他們社區最美的地方 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局裡面呢 也是希望透過文化藝術跟社區產業的 這樣的一個設造方式的一個輔導 可以早日讓他們達成他們心中的夢想 讓他們的社區成為最美最賺錢的社區 這款名為世界咖啡館的開放會業議的討論風險 讓所有參加的社區幹部 都感覺很新鮮也很受歡迎 因為在討論當中 他不能夠參考到很多社區的營造經驗 也能夠透過合上討論的過程 吹出自己的社區欠款的部分 以及需要進步的地方 有這個經驗其實可以聽聽 更多長輩們在做社區經驗 然後可以發現他們以不同的年齡層 看到觀點跟我們年齡層看到觀點不一樣 所以就會想說 那或許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長輩們的問題 只是我們都沒有想到 所以就不知道要怎麼去解決這樣子 可以有聽到不同領務 或是不同類型的社區的問題 還有經驗這樣子 這兩天的工作對社區 很大的幫助 就是如何讓我們居民可以走出 走出傳統行業的那種陰霾 而且讓我們的日後 日後再設計有一個 很正常的運作方式 就是擺攤 擺攤把客人吸引進來 文化計劃這次 這種的部分庫典 讓參與社區幹部 都感覺受到很多 不但在庫典當中 可以找出社區發展的創意和人感 拿到不同的社區來參考 可以在過程當中 讓上比較社區之間 實際發展條件以及有發展 對著社區發展的文從江澤 實在幫助很大 記者 金文宣 彩虹報道 正在駿駛駛之外 是 有關者 金文宣 彩虹報道 吉祥報道